私人定制终于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冯小刚和葛优这对二十年的搭档 以优质钢材组合闪亮登场 而被孤立的张国立则在台上当众发难 抢过话筒 向这对贺岁火宝抛出了三个烫手山芋 话说这三个男人一台戏 且看老江湖们如何查科大混 哎 想来也是冯导对葛优怎能恨得起来呢 其实啊 了解葛大爷的演迷们都知道 这葛优是最讨厌吻戏的 这也是为什么那再漂亮的女明星 对葛大爷都有求必应 葛优在私人定制这部电影中 什么对您来说最有挑战 这次了 没有写上门 没有 没有就没挑战 这次了 那种情绪为什么不愿意 他是假的 假的 假的 那么多这工作人员在吵 您这轻嘴 可大爷您要老想要真的的事 那现在确认 所以说这话可不能乱说 葛大爷不喜欢来假的 这背后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是他早就要看对眼的人了 二十年远长 足以改变于情 但是你们两个兄弟 银木合作 依然让我们觉得心血 你们两个相对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我老 依然心血 还是再去合作能处成我 这就很刺激 下一次 好 你看 秘诀是什么 真正有秘诀 就没够 就两人就对上眼什么呗 哎呀 等的就是这句话 徐帆啊 优嫂啊 你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哎 最后 我们希望你们两个 再喝上一杯 最后 来 往后退 交杯 交杯酒 请二位喝交杯酒 大交杯 好 新闻在线 北京采访报道 哇 刚才这个冯小刚和葛优 喝这个交杯酒的样子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干杯